大家好,我们来今天的画 首先呢,用一个这个平刷子 然后呢,我用一个这个 一点的这个浅蓝色 你可以用任何的蓝色,Cerulean Blue,Phthalo Blue都可以 一点蓝色呢,加上很多很多 这个白,这个白比蓝多 那我们今天让这个天啊 稍微淡一点,我加一点点,你看这个黑 就点这么一点点,就千万不要,就每次用黑的时候 都不要用太多,可以让它这个蓝稍微淡一点 你看,只要一点点,真的是 比芝麻还小的感觉,一点点 好,那我这个刷子蘸一点水 我们现在先从天画起 从这个画纸的最上面 这样还是 像我原来说的 大家画天的时候,不要这样子一笔画过来 这样看我们多学生喜欢这样一笔画过来 其实完全可以像我这样走十字 十字画的感觉 好,加点白 继续 这样子 你看啊,上面有点遮盖的,但是完全没关系 继续,往下 再多蘸一点白 蘸点水 刷子有点干啊,再多蘸点水 一点点蓝 很多的白 白要再多一点 好 好 这样刷下来 那现在趁着这个纸张还湿的时候呢 我再加一点点的红 你看,这红跟我刚刚这个蓝混在一起呢 就有一点点的紫 那我加一点点白 让它这个紫色稍微这个过影过线一点 大概这样子 同样的 同样的 是这样做笔画 沾一点水 还是这个颜色 就是刚才这个 没用完的浅蓝色 加上一点点的红 让它变得有点紫 然后呢 在这个下部的位置 大概这样子 让它有一点点这个紫的感觉出来 就可以 红 蓝 哎,这蓝有点多 那我多加点红 你看它立刻就紫上 紫起来了 对 然后加点白 再加一点点红 让它稍微偏红一点 这个你这个紫色 根据你讲 它偏红还是偏蓝 如果是让它偏红呢 就多加点红色 这样子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让你贴到这个位置上这样 对 那你要觉得这个颜色太深 你不喜欢的话呢 把这个应该稍微翻小一点 你可以这个多加点白 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完全可以的 这样子 非常随意的 非常轻的 在这里 很多一些云的这种梦幻的感觉就出来了 不用刷得特别整齐 反正就让它有点这个不太整齐的感觉 是蛮不错的 好 那这个刷子我们先放到一边 我们下来不能用一个这个小一点的一个刷子 比如说我用一个 这个size的刷子 小刷子 那我这个 白色 然后呢 这个刷子是干的 把这个多余的漆弄掉 那我在这个上面 有些地方 这里比如说我可以轻轻的这样tap 这样子来 那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个手势啊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tap 我们现在画这种非常 非常的这个 非常淡的一种云 同样的 刷子是干干的 那我们在这些位置上呢 可以这样tap 有一种淡淡的云的出现的感觉 有些可以大一点 可以小一点的 这边我再画一点 稍微小一点的 对 这上面我可能再画一个 大家看我这个就是这样轻轻的 在这样tap 然后这个 有点像画半圆的感觉 这个手势就类似于这样子 好像是在打勾 对 这个是这样的 那我这个位置其实也可以画一点 像在打勾一样 好的 那这个天上天上画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接下来 那我们把它贴回去 现在把下面的地方给对齐 这样子 好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画的是这个浪 所以我们贴就是 大家把技巧讲了 我们就先这样把它 下方我们来画浪 那我们用一个这个 先用一个蓝色 那我们这个蓝色现在可以用这个 先有还是刚才这个蓝色 我们可以加点黑 这个看你这个蓝色是浅下来还是深蓝 如果像我这种有点深的这个蓝呢 你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的黑 让它再深一点 不好 这个蓝 加一点黑 变成深蓝 加一点点点的白 再加点黑 让它成这种非常暗淡的这种深蓝色 而不是非常亮的那种深蓝色 那我可能从这个 我先把海平面这个位置 对大概这里 先把这个颜色给上 在海平面的位置 大概有一个指关节的这个宽度 对 还是这个蓝色加黑 一点点的白 让它稍微淡一点 暗淡一点 我意思是说 好 大概这个位置 那这边呢 同样的 看有些白的位置 稍微填一下 大概这样 你看我这个没有特别的平整 因为我这个是说要画这个浪 你看我这个位置 不是说一个横线横过来的 我这里有点凹进去的这个位置 看好 那我这里先这样子 那下一步呢 我们用一点这个 Fellow Green绿色 这个绿挤出来 稍微甩一下 也说不好挤 稍微甩 Fellow Blue 我这个刷子呢 刚才用我的刷子 先把它洗一下 洗干净 好擦干 那么我这个 白色和这个绿色 你看就非常 现在穿着非常好的一个浅绿色 如果你没有Fellow Blue的话 你可以用你的一个 别的一个Blue 比如说Sat Green Sat Green 加一点黄 你可以让它呈现出这种颜色 那可能我在这个位置 稍微再加对一点点绿色 让它明显一点 在这个位置 对 我先把这个位置给 画上 大家也可以看得见 我这个位置 你看我也没有画得非常整齐 还是像刚这样子 这个刷子拿得比较靠后 然后呢 画得成了比较不规范 就是不规范的这个形状来填上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呢 再加一点白 让它稍微再淡一点 我在这个前面呢 也画一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中间稍微留了一点这个白 这个是因为等一下 这个浪的这个浪头 浪花的地方 所以我这个地方 先把它涂上 这个位置 先涂 那我们这个越往下呢 是这个浪的底部会深一点 我先加点水 有点干 那我这个加一点 刚才的这个蓝色 然后呢 加点绿色 我再加点黑色 让它彻底的淡下来 否则它太亮了 对 越往下会越深一点 这个夹子往下夹一点 比方这个夹子有点粘住 加上面吧 还是加点黑色 让它单下来 按下来 我是说 伸下来 那这个位置 至于说是这个样子的 大概这个下面会深一点 好 那你觉得这个交叉地方 是不是也太突兀 所以我们现在加点白 把这个地方稍微让它 稍微让它 稍微让它给blend一点 最后 到你加点白色的漆 好 那这个 加一点白色 我跟这个 稍微混一点点的白色 在这个位置 一点点绿色 一点白色 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交界的地方 可能稍微让它 不要这么明显 这个黑的地方 对 稍微 那你看现在我给它举出 例子 现在是三种颜色 那我怎么让它blend的好一点呢 那比如说我这个 还是用这个刷子 我用刚才这个颜色 深的地方 在这个交界处 真的还没有完全的干 在这个交界的那个地方 颜色 颜色交界的地方 我再加一点点深的黑色 在这个位置 开始 对吧 大概这样子 那上面也是同样的 同样的道理 我先把这个刷子给洗一下 那我先上面 我们先换一个刷子好了 因为让它 还是换一个小刷子 在这个位置上 同样的 我加点这个白 跟这个绿 就把在这个位置上 同样 这它没有完全干 我也是做这个动作 交界处 这个重点一定就是说 你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一个重点 加点水 做这个动作 一定就是要等它 不要等它干了 要等它湿的时候 做这个动作 那下面的一样 刚才这个位置 就是每次你看 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了 很好的示范 怎么把三种颜色 非常让它混在一起 会显得比较 比较自然 就在交界的地方 趁它没有这个 干的 没有完全干的时候 做这个动作 就是把它们 mix在一起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左边这部分 填一点啊 我还是用回 像它这个瓶刷子 好 那我们现在用颜色呢 就是白色 对 我加一点点的这个黑 一点点 你看就这么一丢丢 一丢丢 再加一丢丢 让它有点灰色的感觉 然后呢 一丢丢之前 这些蓝 任何你有的蓝 都可以啊 然后呢 再加点白 还是让它以亮色为主 就是 就是以蓝白灰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比如说 我把这个位置 先把它给 填上 你看 这有点灰灰的这个 就是说它不是纯白 但是呢 它也不是 不是纯灰色 是有点稍有点 有点灰蓝灰蓝的 蓝灰蓝灰的吧 应该说 先把这部分 给它给 给它上上颜色 然后这个位置 同样的 这个地方上上 我还是在 我还是在下面 蘸这个颜色啊 刚才挑的这个 这个灰蓝灰的颜色 没有变 刚这个白的位置呢 都稍微把它填上一下 看这个位置 稍微填上一下 对 好 那下一步 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我们要用到这个 用刷子 如果你没有刷子 也没关系啊 不是用刷子 用这个刀 对 但是如果大家 没有刀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 大点的刷子 都可以 硬点的刷子也可以 我先给大家示范 如果你要是用刀的话 我先要用这个纯白 让我这个刀 蘸点白 让这个刀上 蘸点白 看是这样子 然后呢 就在这个上面 这个位置 可以让它这样 蘸一点这个白 蘸在这个上面 的这个位置 看怎么用刀 就是刀这个尖的地方 蘸一点白的 这个颜料 那么 在这个位置上 浪嘛 这个浪顶嘛 一定是 这个 有颜料在上面的 然后这个位置上 都可以粘一点 可以非常不规矩的 这样子 我这个纸 有点歪 没关系 就是这个方向 然后这边也是 那有些同学说 我没有这个刀 怎么办 你可以用那个 就是那个快餐垫 它给的刀 其实都可以 如果那那个刀 也没有 你就用这种印刷子 同样的道理 它其实这个 这个道理什么 就是你把漆弄上去 但是不要涂上去 但它不规则 你看我现在就是 用了一个刷子 所以我就让它 不规则的留在 我这个画纸上 而不是说把涂上去 所以我说 大家要知道 这个画笔 这个刷子也好 它其实都是工具 你只要知道结果 你只要你想 达到什么样的 一个结果的话 其实你用什么工具 都可以 所以你看 像我这样 就想发生用这个刷子 其实上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 一个效果 就是在上面 这样点上一点 多拿一点 这个就多拿 多沾一些漆在刷子上 然后就点上来 对 有些地方再多点一点 这里比如说 同样这边 好 那我现在怎么觉得 我下面这个 这个海水的颜色 我这个刷子先放这 不用它 那我还用回 我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我先用一个 刚才这个 你用这个平刷 圆刷都可以 就这个中型的 小一点的刷子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 我现在用这个白色 跟刚才的绿色 让它偏白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 有点太深 那这个位置 稍微让它 就是让它变得这个 变得浅一点的颜色 对 这个位置 稍微它颜色变浅一点 这时候甚至 我跟教大家 我经常画都会用手 因为它比较湿 你可以用手来蹭 用手指 你看这样手指来蹭 在它干之前 所以我常常说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有时候 为什么很多大师 他们直接都用手在画呢 其实它只是要打到它这个效果 我稍微蹭一下 对 这个位置 因为可能会觉得要亮一点 这个地方 亮一点 好 那我现在回过头来 改成这个小的刷子 这个小一点的刷子 我们有些地方 趁着要把它这个 稍微加的这个 暗一点啊 比如说 还是刚才这个 绿色 我加一点点黑色 绿色黑色 让它变成这种 黑绿黑绿颜色 那有些位置 比如说 它这个海的这个 一些地方 哎呦 这有点太多颜料了 有些位置呢 我可能稍微 哎 这个不够不够暗啊 不够黑 那我再加一点 黑色 这样黑色稍微多一点 好 加多点绿色 它一点点的白色 让它变成这个 墨绿色的感觉 哎 对 这个颜色就挺好的 那有些位置 我可能希望它稍微的 这个再淡一点 这个地方我稍微的 不规则的这样横着上画 对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样一个 轻轻的横着 然后在这个波浪的下方呢 同样的 就这个方向 这个波浪的下方 都稍微让它 深一点的颜色 对 波浪的下方 应该跟下面的颜色 比较相类似 就让它的这个对比 更强烈一点 就这个位置 对 偏黑一点的颜色 我可以往这边走 好 上面的很多这些地方 我也趁机这 这些蓝的的地方呢 我用刚才这个 这个这个浅绿色啊 再有些蓝的这个部位 稍微让它画一 轻轻的画一点 让它衔接的比较 比较 比较真实 对 这些位置上 它衔接的稍微 真实一点 短短的 比较短小的这样的印子 好 那么下面一步呢 我们继续 现在呢 我要用到这个 这个 这个海滩 那海滩呢 我会用一个这个 比如说黄色呀 和棕色 看你们有什么颜色 比如说我先有点棕色 是吧 我再加一点点这个黄色 这么一点点 那 还是用回刚才这个刷子 这个中型的刷子 比如说我这个海滩的位置 我呢 把这个刷子拿掉 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 下来的海滩 那我用这个一点棕色 没关系啊 这后面有点这个 之前没用完的 没关系 这个棕色 一点黄色 再用一点白色 对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浅浅的这个沙滩的感觉 沙滩色 差不多是这样的 然后你看我上海沾了 有点点脏刷子 没有洗干净 但是完全没关系 这样反倒显得更加的真实 你看我用 你看我这里 都能不能看得到 大家 我这里用笔 其实也是非常的随意 对 多加点白 这是我在用刚才那个白 那么同样从这边 看上往上去 刷子的时候可以偏干一点 白色就完了 再加点白 对 刷子偏干点没问题的 这时候 那还是同样的 白色 一点棕色 一点点黄色 棕色多一点点 对 看 这样把它给涂上 不用担心这个沙子 这个会不会不平啊 完全不用担心 就是要它显示这种 稍微有点乱乱的效果 好 好 大概就这个方向继续走 所以大概这样走 好 稍微沾一点点水 因为这现在就实在有点太干了 再往这边把它稍微填一下 然后现在这个沙子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部分 这个海水的颜色给弄上 那我就刷子先洗一下 我还是几点这个蓝色的出来 我这个之前用的这个 你可以用的CANYON 你可以用你的CERULIAN BLUE 都没问题 好 然后这个刷子呢 洗干净了之后呢 这个蓝色 加一点黑色 加一点红色 当然蓝色要偏多一点 然后加点白色 对 让它有点这种 再加一点点红 一点点黑 然后再加多点白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浅的一个浅蓝色 说实在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蓝其实现在是有点 有点过于深了 那我肯定要再多加一点这个白色上来 反正这个蓝色有点太深 我要怎么样那种蓝呢 就是再加点白 看这个蓝就差不多 就是加了白色之后的这个蓝 这个浅度就好很多 那同样的我就是先 这个方式先把它给涂上 还是有点过于蓝 我再加点白 看 对大概 这个部分填一下 多加一点点的红 让它稍微有点紫紫 有点发紫 紫白紫白的感觉就挺好 再加点白 再把它弄的淡一点 你看我的笔画就是比较随意的 再加点白 把这一块都给涂上 对 对它再涂上这个颜色 好把刷子洗一下 现在找回一个这个中型一点的 比较多刷小一点的圆刷 在这个位置呢 这个蓝和这个绿 综合的位置 稍微让它 稍微让它综合的好一点 这个位置 你看我在这个过渡地方 我这样刷的比较湿 我用这种蓝绿蓝绿的颜色呢 稍微让它 不要太突兀 对你看我这边稍微加一点点 对往下里完全没关系 不用担心你这个颜色部分 有点不一样啊什么的 直观往这个直观往上走 绝对 绝对没关系的 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好 那么 一点点这个绿色 深绿色 一点点黑色 让它淡下来 让它这个暗下来 它有点太亮了 加点黑色 对 让它这个 这个位置可以让它往下一点 好 让它这样往前走一点完全没问题 对 然后有些地方你要稍微加深一点 会弄一点黑色 在这个 这个位置上 让它 这样子也完全没问题 好 这个刷子洗一下 我们再用回一个小一点的 像这种 小一点的刷子 然后呢 调一个这个 一点浅蓝 以白为主 非常 就是偏蓝一点的白 就是这个白色 加上一点点的这个 这个 蓝吧 可以说 然后下面这个呢 其实我们之前 画过类似的 你看我在这个 交界的处呢 先把这个 一些白 这个白色填 填第一层的 像画第二层 我等它这个 扛上去快干的时候 你可以 这又不小心 蘸了一点点这个 黄色啊 没关系 再多加一点白出来 同样的 这个白 还是刚才这个白色 在这个交接的地方 你看我这样 轻轻的点上去 对 在这个交接的位置 轻轻的 这样点上去 这个步骤 其实完全可以用 用咱们之前 讲的用那个刀 美工刀来画 好 那把多余的 给去掉了之后呢 我现在在这个 轻轻的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水纹上面 还是这样一个方向 那这个可能有点太 是不是有点太深了 的颜色 我稍微画浅一点 这个颜色 一点点的蓝 一点点的黑 然后白 让它灰下来 这个位置 让它灰下来一点 不要让它太过于 过于亮了 对 这个位置一样 对 这个好 灰色 稍微灰一点的颜色 然后顺着这个方向 这个手笔啊 是不沾水的 对 这手笔是不沾水的 在这个上面 这些土味都稍微加一点 先加一层 对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 大概可以看出一些 感觉了 同样的 这个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 你看我这个笔画的时候 是这样 非常非常随意的 非常干的 在这个地方位置蹭 这个我以前讲过 是这个笔在带着我画 而不是我在画 我这种眼睛啊 如果你们看到 我眼睛就是闭着的 可以完全闭上 就是这样横着这样走 好 那我现在加多点白色 首先把这个波浪的这些位置 稍微给画出来一点 这个稍微有一点波浪的感觉 这个不是波浪的 这个形状 稍微把这个形状给画出来一点 对 比如说稍微让它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形状出来 然后里面呢 就是 还是用同样的刷子 然后呢 让它 这个位置 填一下 非常random的这样子画 我这个 给让它稍微往外一点 大家在画的过程中 会画的话就觉得说 哎 怎么这么难看啊 或者是觉得自己画的不好 千万不要这么担心 因为你在 在就是把它画完之前 它一定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 就不用担心 不用 现在就点灰色和绿色 把这个位置 就不用想特别多 就是不用 但是你一定要画完 因为你只有完全画完了 你才发现 哦 原来那个过程中 他觉得自己怎么看都 怎么不顺眼的过程 是非常 非常这个 正常的一部分 很多这个初学者 画了一半的时候 就觉得 因为其实画这个画 它在有某一个步骤的时候 就在画完之前 有些时候是非常的 让你很崩溃 觉得 这是个画 画杂了什么的 大家千万不要那个放弃 因为当你觉得画杂了 首先你就是画的是对的 你只要再继续画 它就可以画成你想要那个效果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怎么好像跟老师画的不太一样 或者是我这次画杂了 然后就想 就想在那个时候放弃 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放弃 那个时候就表示 你离这个成功是非常近的 说的这个 诚恳一点 那个时候是你离你成功 你离你成功最近的时候 他才会觉得 好像有点不太对 你只要相信 trust the process 相信这个过程 然后继续硬的投币画完 就可以了 我现在还是在用这个 这个 把这个音乐关小一点的声音 我还是想在用这个浅 这个绿色和一些白色混在一起 把下面这个蓝色稍微遮挡一下 因为这个蓝色有一点点凸 所以稍微遮挡一下 像我讲过 其实画这个画很多时候就是在画这个 其实很多时候画的就是层次感 所以那好 我现在不用这个刹子了 我先用回我这个刀 把刀擦干净了之后呢 占这个白色的 刚刚跟大家讲过的 那在有些位置 像比如说在浪头的位置啊 这个位置我稍微把它 放一点上来 这几个浪头的部分 但这个用这个 把这个夹起来 这个另外一点跟大家讲 这个画这个 画这个浪头的时候也 因为用这个刀 它这个重点就是 会 应该来说应该 就是不像像刷子一样 比较平整 它这个点就是你怎么样 把它画的不太平整 就比如说这些部分 你可以用这个刀 就这样随意的往上蹭 比如说这个方向蹭 根据你这个 你希望走的方向蹭 它可以出现 这种比较不均匀的 这种感觉出来 这个就是你想得到的 这种感觉 而不是说画的非常整齐 然后呢 每个位置是 你想象中的位置 对 现在它暂时会这样子 那你还是同样的 你在这些 这个前面的部分 你先加一点这个 多加一点这个浪的这种感觉 好 等下我把它画成 换成这个刷子 就这样 如果你没有刀的同学 你可以改用刷子 对 如果有刀的 你就可以跟着我这样子 这样蹭 说白了 就是往上蹭 好 我先用这个刀做示范 那你说没有刀 那我就可以用 一个种比较 干的刷子 同样的 把这个刷子 比较硬的刷子 弄干了以后 同样的 我们之前 刷子上占很多这个白漆 然后比如说 看刚才这样子 那有些位置 你想让它 漆稍微多一点的 你就会 这样踏在这上面 说这个位置 说这个位置 你可以让它 想让它漆多一点 比如说 对 比如说这个位置 你可以让它 这样简单的蹭一下 是完全可以的 这个位置 你这样蹭一下 我先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 这个 其实已经 非常开始 好的体现出 这个浪的感觉了 不知道大家通过 这个镜头 能不能很好的 展示出来 因为有时候 我有时候我觉得 我这个是 现实中华状化 很好看 可是一看镜头 它镜头有时候 会有一些 会把它稍微变成形状 或者变成 不是这种感觉 就没有 这个现实中看起来 真实的这么好 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看我在有些地方 我再稍微的 踏一下呀 不知道现在大家 是不是已经看出来 一种浪的效果出现了 我现在有点不满意的 就是后面这个绿 我觉得这个绿啊 它有点太亮了 那我先顺便 交大家一招 就是很多同学 就是画完就担心说 哎呀它画完改不了了 那完全不是啊 有时候 那你如果你觉得 你很喜欢这样 你可以把它留住 那如果你不喜欢 这个绿这么绿的话 你可以趁着 现在还有点绿色 没用完 你加点这个绿色 加一点黑色 因为它这个绿色 吃水这么亮 就是因为它 我看加一点点黑色 看看现在什么颜色 OK 然后加一点点 这个白色 对让它这样 看现在这个 比一下稍微淡下来一点 你看我在已有的 咱们已有这个绿色基础上 我现在这个再加 让它淡下来 大家看到没有 就让它绿色稍微淡下来 甚至可以就是 这样的话呢 它其实更有层次感 就每次你在你画上加 加的时候 它其实都会变得 更加有层次感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哎呀那我画了 是不是把我刚画好了 也都也就没了 什么什么 或者是好不容易画了 这么好看 有很多数学者会这样担心 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画了 一次特别好看的 怕一改就把它改错了 千万不要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你看我就这样 把稍微的颜色 加深一点 好 那么现在还有很重要的 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用一个 细一点的一个笔啊 比如说 用一个细一点的笔 沾点水 然后我这有点棕色 加一点黑色 那种深棕色 对 再加点棕色 这个深棕色 这个我们也之前学过啊 在这个浪的最下方 非常细的 非常细 非常细 加一点这个阴影出来 可以大概这样 加一下这个阴影 尤其是这个浪拐 这个 前面这拐进去的地方 好 稍微跟白的结合一点 让它有点变灰 不要太突兀 重新到这个地方稍微 给它走一下 这样子 好 这边 也试着稍微走一下 你看这个有点粗了 这个棉花好 沾点水 然后 这个位置再加一点 加一点 我等一下给大家讲 这个粗的地方 怎么把它给削掉啊 好 这个比如说 我这个画一点 画下来 这个地方画下来 那你说 诶 这地方画错了 太粗了 我怎么改 那没问题 你找回刚才这个刷子 要画浪的这个刷子 然后呢 很简单 沾点白色 因为这地方本来就是有白色嘛 对吧 把它给这样一遮住 诶 这样遮住了一些 对吧 这样子 那剩下的这些 一些浪 像这些部位啊 完全可以 有一些浪才对 像这个部位啊 刚才这个浪都非常少 对 所以现在 大家不知道在镜头里能不能看出来 是什么感觉 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 什么一个大浪 一个效果 像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都可以让它稍微起一点浪 那前面你要觉得这些 部分都有点过于的明显的 你可以稍微遮一下 完全没问题 我今天还想再教大家一个这个 还想再教大家一点这个 以前没有教过的 我看是今天教还是下次再教 算下次再教吧 一次教太多 我好像把这个接掉 好 那我们这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海滩 你就画完了 我们下屏看了 一个海滩 就是啊 有型的海滩